杨幂碰她花了血本 四部电视剧一部电影都没红 终于在扶摇红了 我们都知道杨幂的造型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仅让自己坐上了国内第一代或女王的宝座 她旗下的嘉兴传媒也碰红了非常非常多的新人 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迪丽热巴了 在迪丽热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杨幂就早早的把她签下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非常对 看这两年迪丽热巴穿红的火爆程度 就可以看出杨幂真的是压对宝了 而杨幂手上的艺人个个都非常有个性 很容易被人记住 就比如跟着迪丽热巴一起红的张彬彬 还有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 另一位新疆美人戴斯和迪丽热巴 一起出演漂亮的李贵甄的李希瑞 张云龙等等 这些都是杨幂膝下的艺人 杨幂的眼光真的很不错 这些人可都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小花小生 而杨幂对膝下的艺人真的不错 有什么剧或者资源都会带着他们 比如说张云龙就在怦然心动 古剑奇谭 翻译官 被杨幂带火了起来 不过有人红也有人不红 杨幂的旗下也是有很多还在发展当中的小生 其中张云龙的同班同学赖一 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俩在毕业之后 一起签了杨幂的公司 而张云龙现在已经颇有知名度了 但是赖一的热度还是很低 这地年杨幂也没少在他 为了捧红他也是下了血奔了 安排赖一出演了四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 但是这都没有让赖一走红 他说我是正人中的近况 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大师兄蝶峰 是谈判官里的谢小天 是烈火若格里的暗热罗 是景宇翻身之海如花里的文复 但是这些举都没能让他大火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蝶峰 虽然是刚正过了的形象 但是大家的关注点都对杨幂和赵又廷 还有迪丽热巴张军军与蒙容他们身上 对于出场率不高的大师兄蝶峰并没有太多的印象 但是却混了个脸熟 而谈判官同中的谢小天 虽然说演出还是十分精彩的 但是这部剧属于聚火人不活的 评分也很低 连杨幂都差点被拉下水 更别提雷义了 烈火无歌当中 赖义倒是饰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大的反派暗叶罗 但是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久久没有拍电视剧的周渔明 谁还会记得他呢 但是这次在扶摇当中 凭借人物角色饱满的宗月 爱意终于是红了 作为身份复杂的宗月 爱意完美诠释了宗月身上的矛盾点 让人看了大呼过瘾 因此凭借宗月一脚 爱意红了